Oh my god, I lov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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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你找不到自己為什麼那種慘、沮喪、痛苦、悲難 但你可以現在吃專注當下 大家好,我是黑妮,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的影片主要分享一下過去這一個月 就是在加州的Quarantine 加州封城季的影片 大概在三月中吧 陸陸續續衝 就從Bay Area 就是舊金山那邊 然後到洛杉磯 然後就整個加州、豐州 本來是一開始的公布是說到四月底 後來延長到五月中 然後現在有地方會陸陸續續到五月底 所以我過去一個多月 應該超過一個多月 超過一個月 都在家沒有出門 然後也在家上班 那什麼叫做封城 主要就是 所有的娛樂相關就是 健身房、酒吧、餐廳、夜店 就這一類型 就是不是必要的 的店都不會開 對,所以現在我也沒有辦法健身 沒有辦法去健身房 這是唯一對我最有影響的 對,然後所有的餐廳 人家外也說 你不能坐在餐廳裡面吃 對,然後就是沒有辦法想像 2020年還會經歷這樣子 就是世界大戰的一個,你知道 情況 那就是很多人 很多家人 親戚朋友問我怎麼沒有回台灣 因為我現在看到我的YouTube的 那個首頁都是 逃回台灣 就是留學生逃回台灣的 很多影片的推薦 然後想說 對,如果我是留學生的話 我現在身份如果還是學生的話 我絕對應該是會逃回台灣 但是現在就是沒辦法 已經開始工作了 然後一直就是沒辦法放著工作不管 而且我們公司 就是很幸運 完全沒有受到這波疫情的影響 整個公司的運動越來越好 因為我們開始會製作一些 就是能幫上 CORONAVIRUS的產品 就我們本來 我是在重工業做行銷 我是想提供我的工作 但是我就是在 重工產業 當行銷嘛 就是超幸運的 就是這份工作 完全沒有受到這個疫情的影響 然後反而 就是業績真正以上的概念 對 那所以我在家工作 最近也超忙 因為老闆會一直打電話來 然後叫我做什麼 叫我做什麼 老闆就打電話 老闆就傳運起來了 那我覺得大家也不要覺得 帶在家很無聊 就是我就是本身 不管是有沒有在 在封城隔離期間 我就是本身就很愛帶在家的人 我出外面只會去超市跟健身房 忘了提一下 就是現在這邊超市都是要排隊 然後它外面 店裡外面排隊 路上都會貼線 就是要維持六尺 六英尺嘛 反正就是維持一定的安全 社交安全一句 然後進超市一定要戴口罩 然後一個多月前 在美國 就已經亞洲 已經全部都戴口罩 很普遍 可是美國人就是完全不願意戴口罩 所以一個多月前 你這路上是完全看不到人家戴口罩 可是現在 就是蠻多地方已經開始規定 你只要在外面一定要戴口罩 然後進超市一定要戴口罩 不然你就沒辦法進去 就算是蠻震撼的一個改變 那今天的播話可能就是會 分享一下我在家到底在幹嘛 那基本上就是 在家 這整個期間完全是讓我夢想成真 What What do you want 然後昨天他生日 他已經蠻一歲囉 時光沖沖耶 他本來那麼小一個 他已經大到完全暴動了 I love you I love you 對那我覺得在家其實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你可以知道嗎 你可以冥想 這個時候就是可以開始 培養冥想的好時間 那也可以放空 我覺得放空有時候其實是 幫助自己最大的一個 心靈進化 就是有時候你反而不要去想 任何事情就是 對你自己最好的 不要想太多 在跟我自己講 我很常去想太多 所以有時候就是做著 然後看著牆 你放空 其實對自己是很好的 那 我覺得跟寵物之間 建立一個更穩定的感情 也是一個 在這個隔離期間 真的非常大的一個benefit 對 那還有我覺得 如果有很多人覺得 在家會很無聊 不知道怎麼做 那可能是因為你沒有自己 準備三餐 如果你開始準備 開始自己煮 每一餐的話 其實你有很多時間 會花在煮飯上面 然後你會越煮 想要越煮的更精緻 然後就會花越多時間 然後你在家就會 越多時間做 回顧一下我 這幾個禮拜拍的影片 都在煮飯了 所以就是 這個影片應該是陸陸續續幾天的影片 不同天 對 那如果大家 想看一下隔離期間在幹嘛 就接著看下去今天的vlog吧 那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訂閱按讚加分享 然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話 從來 來 全會 在下面 可以 街上 的 你們 我們 都 對 一個 而且 像 有 有 有 Good morning guys 早安 现在整个很自我 想说现在已经自我 stay at home order 大概快一个月了 一直都在家工作 然后都没有出门 因为加州这边 应该是洛杉矶这边的 stay at home order 延长到5月15 所以现在就是一直在家 然后想说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家都在干嘛 因为在这些禁令之前 就大部分的时间 其实我也都在家 那现在就8点多刚起床 然后先让狗 先让某酒跟出口 出来散个坡 在我们家的那个中厅 刚好时不时出口 我就跟我在客厅大便 我真是傻眼 都几岁 都快一岁了 它很少 很少会有意外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这几个 这几天 很常给我大便 都在客厅 然后它是熬全的 那个室又很大一个 那这边就是我们家的那个庭院 我真的超喜欢这里 好漂亮 气窗心情都很好 在客厅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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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听ied 吳 är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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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自己在吃完 我想了 好,好 好了 準備 先啦 準備 夠了 good boys 夠了 夠了 我現在要準備開始上班 那我每天早期我們都會先喝 500cc的水 就是這個的一般 我現在那種whisper 是因為我藍瓢還在睡 給你們看我之前 在紐約工作的時候 我在一家設計師的襪子工作 這是他們 送的襪子 就是那時候在上班的時候 每天都可以拿免費的襪子 這是我最喜歡的場景囉 so cute 那我現在就在上班 然後就已經work from home 大概快一個月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我從 home 我覺得 非常輕鬆自在 來看一下我的狗 他們又要睡回去了 mojo的Julie hi baby 現在要來做冰 現在要來做冰 它裡面就是一種捏好的麵筒 然後你就只要這樣 放在烤盤上 就好了 就超似的 是有 每一個人那種 來 OK 那其實它就是 待在家的很多時間 就是都是在做飯 我是個人是蠻喜歡煮飯的 因為我會覺得我本身 就是性質在某些方面有點急 就會很容易急躁 就是我覺得做菜的時候 可以磨自己的性質 可以讓自己更有耐性 然後心可以更靜下來 就是特別是我可以更專注在當下 就不用去想 就是以前發生什麼事 或者是下一秒 或者是以後要幹嘛 所以呢 我現在就要來專注我這一頓 美好的早餐 那吃這個Bisky呢 一定要放奶油 就是一大口的那種鮮奶油 放進去 超好吃 然後除了奶油 還要放就是果醬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草莓醬 這種酸酸的 或者是覆盆米醬 這吃法也是我男朋友跟我講 就是跟他做之前 我完全不知道可以在超市 買到這麼方便的 就是Bisky 就是這個亞洲人的想像 就是這麼簡單這麼靠 然後就這麼好吃 你看它有兩個 然後現在就是要去超市買 Grosery 就是去補貨 然後本來想說 帶大家去看一下 現在隔離期間的超市 那就是因為現在去超市 都要戴口罩跟手套 全服裝 就很麻煩 就不入了 雖然這聽起來很荒謬 就是 做菜只是一個非常日常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做菜的時候 就是你只要 非常專注在當下 你在做什麼 譬如說就是你在洗菜的時候 你就只顧著洗菜 然後你切菜的時候 就只要專注在切菜 然後你在煮肉煎肉的時候 你就只要注意肉 什麼肉瘦 什麼瘦 沒有瘦 因為你非常專心在那一個當下 然後你會發現 如果你在煮菜的時候 如果心比較複雜 因為有時候 我覺得會很想要 快點隨便煮一煮 因為下班 然後煮菜很累 我希望要快點煮一煮 然後可以快點做下來 然後可以看影集 然後示範 然後那時候 你就會心急 然後你就會亂煮一通 像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 煮菜的東西會有一點那麼 你知道 有失水準 會有那麼有一點點的 品質沒有堅固到 所以 我會覺得煮菜是一個 非常可以 魔性 培養耐性 然後 培養自己如何專注 當下的一個 小活動 再來 像我前面講的 煮菜 如果你待一家在美食做你 準備你自己的三餐 就夠了 因為你煮菜還有involve 涉及一些 你還要去買菜 所以超市基本上 你就是會 就平常如果很無聊的人 會覺得 平常就是沒有什麼 休閒娛樂或者是 沒有什麼興趣的話 可以開始學煮菜 因為你就會去 花一些時間去超市買菜 然後回來之後 你還要 把那些菜還有肉分類 然後就是因為肉 你不可能就整坨這樣 丟進冰箱 你就是要分裝 這也是要花一點時間 然後你還要花一點時間 去找 自己喜歡的食譜 然後學做菜 然後洗菜 切菜 煮菜 就是會花一些時間 所以你覺得如果你平常 想要找一些小興趣 去培養的肉 我覺得煮菜是一個非常好開始 那我這邊也分享一下 就是專注當下有多重要 就是 就是如果你很常覺得很痛苦 或者是很常感到焦慮煩躁 就是如果你是這種性格的人 那很有可能就是 你沒有好好專注在過你的當下 就是人通常會有那種焦慮 然後痛苦的情緒 都是被你過去已經發生的事情 或者是你在擔心未來 還沒有發生的事情可以影響 所以我會覺得說就是 如果你很容易覺得沮喪 然後陷入低潮 通常都是被過去跟未來所困惑嘛 那就代表著你沒有好好專注在當下 因為人很少因為當下正在發生的事情而煩惱 就譬如我現在這樣 我現在在錄影片 那我沒有這麼好擔心啊 我就是已經在錄影片了 就是把這件事情做完就好 根本沒有什麼事情好煩惱 那我有可能會有的煩惱就是 噢 我的未來 我的YouTube會不會成功 或者是我煩惱我的過去 就是 我就好像沒什麼好煩惱 我現在想到比較好的一個例子就是 就是怎樣才叫做沒有 好好把握當下的那個時刻 然後去擔心還沒有發生的事情 就是 好你現在禮拜五 然後你很期待已經放假 然後你禮拜六早上一起床 然後就想 噢天啊 明天就禮拜天了 禮拜天過後就禮拜一要上班要上課 然後你就開始心情 心情陷入一個猶豫 我以前很常這樣 就是禮拜六早上一起來就想說 噢天啊 禮拜天了 明天就是禮拜天 然後就要恢復正常 然後上班上課 然後就開始猶豫 但是明明現在才禮拜六早上 好不好 你現在應該好好就是把我禮拜六 可以享受 假日的時光 然後就是不應該再去擔心 那些根本還沒有發生的事情 這就是我覺得最好的例子 雖然現在有時候還是會想到 噢天啊 假日只有兩天 但是為什麼就不要好好把握當下呢 就是很容易只要想到 還沒有發生的事情 你就會開始擔心 對 那我就想跟大家講就是 如果你就是生活中 你找不到自己為什麼那麼慘 沮喪 痛苦沒難 你可以試著先是 專注當下 把當下這件事情做好 你現在在幹嘛 你今天在幹嘛 就 你要非常用力的專注過難 每一分每一秒 但其實在我們比較靈性的說法 就是這個世界上是沒有所謂 時間觀念的這個存在 唯一有的那個時間就是當下 就是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的時間 唯一有的時刻就是此時此刻 如果你想要把你的人生過得更好 就是把你現在這一刻 好好把我這一刻然後把這一刻 真的過好就好了 你現在在幹嘛 就把那一個moment 你知道 抓住 然後好好的過 我就知道 我知道這樣很抽象 但是其實改善我最多 從負面心態到自面心態的 最大的一個 就其中一個因素 也是我真的學習到 如何可以好好用力過 當下這個時刻 好好專注的過當下 為什麼我要說用力 因為其實很不容易 因為你 有時候你一分心 或者是你一放鬆 你就會開始擔心 還沒有發生的事情 或者是擔心已經發生的事情 那像我個人 就很容易 擔心還沒有發生的事情 那你擔心什麼 你擔心這麼多沒有用啊 像 Johnny J的那首歌 不用去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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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發生的 不用去猜 我覺得Johnny J講得很好 就是你 未來的事情 根本就還沒有發生 你現在做那麼多計畫 擔心這麼多事情 很多事情 就是我覺得生活 人生並不是會 像你想的那樣子走 但也不一定是壞事 也是會有一些 出其不意的好事會發生 所以我覺得 你只要把當下顧好 把當下的自己顧好 過得快樂 然後做好 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專注在自己的這一刻 然後專注在自己喜歡的事情上面 之後的事情 就不用擔心 因為它只會吸引到更多好的 因為你只把你這一刻 這個當下顧好嘛 那相對的吸引力法則 像我之前影片提到的 你就會吸引到 越多越多好的能量 這就是為什麼 就是專注當下有這麼重要 不用去擔心那些 不是這個當下發生的事情 以前發生的就已經過去了 你沒辦法改變 那以後的事情 以後再說 我都會這樣告訴自己 就是現在 我每次就是這樣 陷入一個死胡同 然後擔心未來 還沒有發生的事情 然後擔心完之後 我想說 好那我要解決 我要解決 我要怎麼解決 最後我就會 好 決定要用力專注當下 就是覺得 其實我根本不用花這麼多心思去擔心 因為還沒有發生 然後 經過 這一兩年的一些經驗告訴我 你規劃好擔心了這麼多事情 事情也不一定會照著你想要做 不如就把現在這一頓飯吃到 然後吃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就好了 所以食物算是我一個最大的快樂能量來源 這樣聽起來 有沒有覺得非常 第一種生物是不是 但真的是 可能對其他人來說 不是 但是 食物對我的量很重要 就是我一定要吃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不然我會寧願不要吃 因為 因為吃東西吃東西都很快樂 就我每天一整天會 最期待就是晚餐 因為我很喜歡自己一個人坐在 電腦前面 然後看自己喜歡的影集 然後享受我的 那一頓美好的晚餐 就是自己準備的晚餐 那另外一點 你自己準備食材 你可以完全掌控自己 吃什麼東西下去嘛 像通常之前在台灣 台灣就是買東西太方便 外食太方便 那種乳味啊 然後乾麵 麵點 麵點啊 小吃 就很容易取得 但是你往往會就是 比較容易輸入自己 有沒有營養菌 然後有沒有 到底是其他人 其他外面的店家 加了什麼食材在裡面 你不知道 對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開始自己做菜 你就會更 有意識到自己放什麼東西 在自己的肚子裡 那也就是說 你一定要吃得多健康 什麼 因為我完全 完全也不是吃什麼水煮 什麼 天然 我 基本上食材還是天然 偶爾會有一些 架工食品 像火鍋料那種 就是我真的 太想念台灣的食物 所以火鍋料 偶爾會吃一些 所以並不是要你吃 吃得什麼 多健康啊 多水煮 不用 就是 只要是自己煮 然後你自己有一些 意識 到底自己加了多少油 自己加了多少鹽 你自己知道 通常你自己煮 你也不可能加太多鹽 你只是看了就怕了 你都不會 不會加 所以會更有意識 這重點是自己煮菜 可以更容易掌控自己 到底把這種東西 放進自己的身體裡面 那 你當然是 吃了越 天然的食物 越健康的食物 自己的心氣 還有身體會更舒服 但是當然我也是 非常愛吃泡麵 我並不是說 對那些東西不碰 但就是要適量 對 那我覺得好好的吃一頓 好好的吃一頓飯 也算是一個 好好專注當下的一個 你知道 不二法門 你就專心的品嘗每一口菜 然後專心的看你的影集 然後好好享受 這一個當下 帶給你的平靜跟快樂 我覺得就是對生活 非常好的一個灌溉 所以講了這麼多 就是想跟大家分享 我有多喜歡在家煮飯 還有我有多喜歡在家這件事情 那從今天的報告給可以看到 就是大概在家工作 還有在家煮飯的大概才沒過了一天 那 我現在這個片段已經是過了大概 封城三個多月 所以我已經在家工作三個月 對 那 完全不會覺得無聊 我就很想 就是我每天這樣自己的 自己在家這樣咚咚咚咚 然後不用去煩惱太多外界的能量 會感染我自己 所以可以說是在家打人 那 不知道 因為我現在看新聞我也不太清楚到底 就 因為封城應該到 整個加州應該到五月底 所以下個禮拜 就會漸漸開始開放 對 那我Vlog前面的一些畫面是 大概封城的一個多月拍的 一個月到兩個月不同時期拍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樣類型的影片 就是比較日常的Vlog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不要忘記訂閱按讚加分享 我會非常感謝你 不要忘記訂閱 重要 千萬不要忘記訂閱 那也謝謝大家 就是之前有留言的人 就你們的留言我都好看 然後我也會都盡量會 那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過更好的生活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吧 掰掰 結果這個Vlog呢 從四月開始 從四月開始錄 然後五月剪 就到現在已經快六月底了 然後我還這樣子默默搬到舊金山 搬回舊金山 反正就是我男朋友來這邊找工作 然後我們就搬回來 但是重點就是 這Vlog怎麼會剪這麼久 我真的很佩服那些 就是有一段正值的工作 然後還 把YouTube經營的 非常貴的上傳影片 真的好厲害 好像是一個卡班加 然後工作 這樣拖兩個月沒有上影片 但是 受不了自己 這樣大家還是可以繼續支持 好不好 那現在雖然六月在 我現在搬到舊金山已經 前陣子是說 正式 就是正式要開放一個地 但是其實路上 現在還是非常的封城 因為 就算很多那種 retail store已經開放 但是 還是會限制進去的人數 然後很多小店已經沒有開 然後想說要限制的人數 然後服飾跟也不能試穿 因為你根本就不會要去逛 然後有可能也會就是reclose 因為我們在 有可能會繼續封城 所以在 靜觀起變 對 那就先這樣囉 掰掰 掰掰